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世青 怎么说我,世青 今天呢,又是来到我们的追剧新的单元啦 那我们要聊的是哪一部剧呢? 就是最近火爆全王 全部台湾人可能都在看的 Netflix新剧 人选之人照让者 那如果有关心我的脸书的人 就会知道我对这部戏根本是寄予厚望 在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看完了一遍了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了 就又再看了一遍 这算是我这几年来唯一一部有看 有在短时间内二刷的电视剧吧 对我来说这件事是蛮了不起的 因为我其实很少重看电视剧 那前面呢,我会一如往常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无雷的心得 后面呢,我会挑出几个我喜欢这部剧的亮点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就会有爆雷 就请大家去看完,再回来看哦 人选之人照让者呢,其实是一部描绘政治幕僚的职人剧 我觉得政治幕僚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身边可能都有 但是你不会知道它是政治幕僚 像是大家常常听到的立委助理啊 或是秘书长 这些想办法让立委、总统 或是这些你要投票去选出来的人选上的人 可能都会算是广泛的政治幕僚 但我觉得人选之人照让者这部剧厉害的就是 它不只只是这样而已 它不只谈论职场和选战 它反而很巧妙的将台湾日常生活 和一些台湾社会重要的议题放入影集中 让你处处感受到一些既视感 好像温文芳、赵昌哲、公正党、民和党 这些都真真切切的生活在我们的周围 然后我们过着自己的日子 看着他们、充斥着他们的选战 这么写实又自然的既视感 我觉得真的要佩服剧组的甜调 它那些诱心跟确实的甜调 让每一个角色的每一句话、每个口号 甚至政党所创的每一个活动、每一个造势 都那么的还原 我记得我在第一集的前五分钟 它就有一个造势大会 我整个被惊艳到 哇塞 怎么会那么像新闻拍出来的那种真实感 另外人选之人的照样者呢 他不选择使用架空新创的地名 像有些人去就怕会触犯一些所谓敏感的神经 就会把一些地名改成一些台湾没有的 但他没有 他就是很忠实的呈现台湾的地名 例如你会很明确的听到三峡、新北市、台北市 这些等等的真正的台湾地名 最后延伸到后来 他们有一部分想要上凯道呛政府 这些对于台湾人来说 不用言说的象征性意义 凯道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你的脑中 你就会感受到那些共感 那些感动 就不用特别的再强调或 画一个什么篇幅来讲 我觉得这就很聪明 而且我也瞬间感受到 他想表达的意思 那除了剧组的用心之外 我觉得角色塑造跟演员的前世都超级优秀的 尤其是黄建伟饰演的陈嘉靖 就超级令人印象深刻的 相较于传统多数戏剧塑造的中年男性 可能会有些阳刚 严肃强势这些形象 相反的陈嘉靖 他表现得十分可爱 爱家怕老婆 他热爱他的工作 他热爱他的家庭 当两者冲突的时候 他不会只选择一边 或逼着老婆放弃一些事情 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等等 我觉得这种想办法沟通 努力反省 想办法做出改变 取得平衡的男性形象 比较像是我周遭 较常出现的存在 像是我爸可能就比较属于这类的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那些 很强势 逼迫家庭 以他事业为主 那种一家之主的强势形象 当然我觉得黄建伟的诠释跟理解 还是一如往常的 非常优秀 你看完这出戏 你会无法抗拒的 怜悯 怜惜陈嘉靖这个角色 那还有一点 我觉得剧组的选人也超级精准的 就像是找了赖佩霞来饰演总统后学人林月珍 他把林月珍那种温暖 知性 然后极富群众魅力等特质都整个展现的零零继致 最后他还请出代理人 来诠释一个彬彬永礼的政治人物形象 然后最后加入一个反转 让人对朝常者又爱又恨 你还是觉得他很帅 但是你会觉得哇 我没办法接受他做的所作所为 甚至他剧组随便拉的一个路人 或是采访的立委 名嘴 都演得超级到位 我就想说 台湾的政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随便抓一个台湾来演这些名嘴 政治人物或抗议者 都可以演得那么好 那我很喜欢人选之人 照让者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步调来描绘政治幕僚们的生活 还有他们的工作 完整体现了台湾政治及生活的现实 虽然不知道是否会有下一季 但故事啊 演员画面基本上都非常优秀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 甚至跟我一样二刷三刷N刷都不为过 接下来呢我就分享几个我很喜欢人选之人 照让者的亮点 那因为内部就会有一些剧透 所以大家看完之后再来听我后来的分享哦 说真的 看完人选之人照让者的第一个想法 我是想说 我终于有一部戏 可以如实呈现台湾人在台湾的生活给外国人看 如果哪一天有个人想要知道台湾人怎么生活的 我可能第一个优先就是推荐 人选之人照让者给他看 大家可能觉得 可是这部戏就讲了很多政治啊 台湾人哪有那么多政治的生活 但其实不是吧 如果是有看新闻的台湾人 基本上你的生活 很多娱乐 娱乐 或是一些被影响到的事情 都关乎政治 台湾真的很体现政治及生活这件事情 就算你不是那种直接被影响到 你渐渐影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啊 弹价上涨啊 时时刻刻影响到你吃喝的事情 都是政治啊 更何况台湾两年一次的大选 什么造势场和议题的记者会 发言人的发言或是立委被采访 这对台湾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吧 你早打开新闻随时随地都会看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人选真人一开始选的调性就很正确 他不像是同期上映Netflix 关于政治幕僚的戏照后者 他定调的是复仇狗血心机 政治及生活的台湾 就会变成那是一个很日常的东西 所以会很轻松幽默 就是一个工作 一个很烦人的工作 需要临经意变 没有自己生活的工作 那他只是如此的演出来 而不是想着我要怎么打败对方 我要出对方的黑历史 把他打死这样 当然我必须说 人选真人照样者的这个美好的政治从业环境 可能有一些梦幻 但我相信这个梦幻是 必须让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追求的 才不会再走回那个恐怖的政治生态 这是我所期待 所想看到台湾政治生态 会跟人选真人照样者所想象的一样 而不是现在比较复杂的环境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很喜欢人选之人照样者的一些亮点 第一个呢 流畅自然的台词 记得上一个我讲的台语 是模仿饭 我特别在里面大声几乎 到底哪个台湾人讲话会完全都是中文 没有一些龙言最字 或一些带有台语客语 或是韩语随便的用词 谁会那么流畅的把中文这样讲出来 那我觉得这部戏人选真人照样者就做得很好 它里面呢就会夹杂一些台语 彰化 容颜最字 一些不合理的形容词像是 天气很风 正常的中文用语不会用风来形容天气 但我们语词上就会讲出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人在表达一些情绪的时候 会说扯夸 很扯或很夸张 当然你单独说很扯 单独说很夸张 都很常用 但扯夸也是很像我们常会讲的话嘛 那这些就会让演员台词超级不尴尬 而且这部戏 可能我不知道设定为什么这样 但我一直认为 公正党在这部戏的设定都偏本土化政党 也就是它的原型 maybe可能是民进党 所以他们的那些党员 党主席 他们可能吵架吵一半就开始用台语吵 会比较冷凳的讲台语 然后讲事情的时候也会用台语 像是他们有一个组织部主任 他们也是用课语讲话 都有 那这些就是比较日常的状况啊 而且他在选角的时候 我不知道选赖佩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有个很部分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中文台语跟英语这样自由自在的转换 其实他可能在跟秘书长吵架的时候 吵一吵吵到很生气的时候就开始讲台语 讲到很台语的时候就开始讲一些专有名词 就讲英文 然后都很冷凳 你就会觉得哇 这可能才是台湾某些政治人物的缩影 而不是一个很自尊强语的中文 但是你想想看那些自尊强语的中文 到最后他选上了之后 还是会去找台语老师来跟他恶补台语啊 所以政治人物本来就是会需要靠这些语言去接触民众 去接触选民换取选票 所以不太可能整出去都用中文讲 这部分就是我觉得他跟模仿犯最大的不一样 第二个我很喜欢的点呢 就是人选之人在塑造角色的时候 都非常的立体跟丰富 你不会觉得哦 他就是一个竞选干事 然后就是负责选举 负重操弄选举的该死的人 没有他可能还是一个爸爸 他可能是一个爱老婆的先生 他可能是一个在上下级中间会被夹的夹心饼干 他可能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委屈 那这些不明所以委屈就很像大家一般的生活 一般的工作 你就会突然想要失控一下 想骂人的时候就会不小心 憋不住的时候就想骂人 就像戏里面的文芳 还有雅静 他们在遇见一件很靠北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又被后面来车追骂 就下车直接骂回去 当然这都无伤大雅 不是失控到他情绪很不稳定 他直到某些点 他被累积到爆炸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打人 像是文芳被里长的言论激怒的时候 他也会受不了那个低声下气去打人 但平常的时候 他还是呱呱呱会去道歉等等 就会让这些角色不会 哦他很安静就很安静 他很压抑就很压抑 当然有人一辈子都很压抑 有人一辈子都很安静 有人一辈子都很失控 但是正常的人还是会有一些 不同的情绪带来不同的行为嘛 那我觉得这部戏在这种塑造上面 就会很立体 而且关于文芳这个角色 他如果在一般的戏剧里面 可能他就被贴上同志议员 然后就会给他一些很无所谓的设定 但谢银轩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就把它设定的非常的 你不会特别去关注他的那个标签 同志女同性恋 而是你会去标签他做的所有事情 他可能很在乎某些议题不会退让 他可能为这个党想了很多 他可能是一个很爱家的人 很希望得到父亲信任的人 而不光光只是同志这件事情 同志只是他某一个小小部分而已 那这部分就是可以让这些角色非常的立体 很像是生活在你中招的人 而不是单单的一个 我只知道这个角色突现在那边 所以你跟我说 我身边周遭有没有陈嘉静 有没有温文芳 我都可以想到一两个可以带入这样的人 就是这么立体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才会那么好看 而且是每个角色他都处理得那么立体 雅静也很立体 林怨真 赵昌泽都很立体 甚至连高负密都非常非常的立体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他们选演员都超级贴合人物的 第一个让我惊艳的就是林怨真 也就是赖佩霞饰演的总统候选人 他把一个女性高知识分子 把那种温暖魅力型领导人演得非常的厉害 就是他讲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如木春风 但是他的内容是子弟有声 我觉得他是个很理想的领导人选项 我希望台湾政治可以多一点这样的人 但显然没有 但是就是这种人你会觉得 哇我们政治可能还有救 就有人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坚持着 不会因为外界啊对他讲的话 而让他放弃他最初的理想 当然第二个我很惊讶的就是 请黄建伟饰演陈嘉靖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陈嘉靖这角色找不同的演员饰演 他的理解可能都会不一样 但黄建伟就把它诠释的非常的可爱 然后你就觉得 哦他真的是符合台湾中年 其实比较多出那种比较软个性的男生的状况 他其实很常道歉 他也没有什么恶意 但是他就是觉得道歉如果可以解决事情 那就道歉没关系 而不是很强势的跟老婆说配合我 那他的对比当然就会是赵昌泽这个角色 赵昌泽请代理人演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他把那个性感的感觉演出来了 所谓斯文败类 而且很有说服力 他不管讲什么你就会相信他 他很温柔的时候你会对他有所爱慕 这部分他演得真的很好 然后再来我想提的就是王靖 王靖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把这个角色给他一个能力的展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王靖的《维基百客》 你看完可能就会对于他会做的事情有大概的印象 包含他会写小说 他有出过两本小说 他会唱歌 他是因为在汽车车上面唱歌被挖掘的 然后他很会演戏 他入围很多讲 他会讲英文因为他从小在国外留学过 他读的还是美国的大学的政治系等等 那这部戏大概就让他展现了 除了写小说这部分没有让他展现 其他都展现了 然后他这个角色很神秘 后面你就会发觉 哦 他唱歌引起赵商责的注意 他用英文去接触赵荣之等等 就是让他的能力展现的非常好 我不知道其他台湾的女艺人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不过王静有这些能力 然后就可以让这部戏超级贴合他的 好像就是那角色就是为他而生的 那他后来出力裸造受害者的那个情绪反应 还有他最后看到他爷爷在火车在等他的那个 一瞬间一对眼就哭的感觉 我也觉得他处理得超级好 当然我从来没有不相信王静的演技 但是你还是会每次对于他心道接一个角色 然后跟一群超级大咖演员合作 他可以呈现到那么好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谢银轩当然不用说 他帮温文芳这个角色设定了很多 我觉得很棒的标签 然后他也在这些标签里面 融入的很好 然后每个标签都可以互相融入 他的坚持 你又不会因为讨厌他觉得他固执 坚持他自己女同志的身份 他又不会想放弃家人的爱 等等 你就觉得他把这些冲突 还有一些没办法 一而四之的东西都处理得非常好 再来我喜欢能选之人的点呢 是我觉得他的台词 有突破一些台湾人或是我 对政治的盲点 比如他一开始就问了 假设这个欺骗可以让台湾变得更好 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这超适合放在 所谓正义是一场失变之旅的原因 他就让王静跟谢银轩的角色 进行一些对答 让你思考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包含王静视野的雅静就觉得 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人 就越不能说谎吧 这样会伤害到很多人 然后温文芳呢就会站在选举的角度 跟他说 但一般人就只会看到你说的那个表象啊 有些话就是不能说 有些情绪就是要控制 那种拿捏跟平衡 就是这个政治最难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就会靠腰说政治啊 就是政客都骗人啊 但你想想看 到底谁造成政客骗人的状态 就有些议题 他如果讲了他真实的想法 他就有点选不上嘛 就如果你支持Face 那你就一辈子都不用想选上 因为台湾人大概有70%的人不支持Face 就这些事情 就算你有这个报复100年 你每天都在想这件事 但你在要选举的时候 是完全不能提这件事情的 那以前的同志议题也是 就算你觉得没差 他们结不结婚跟我屁事 我当然支持他们啊 但你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就不能讲 然后还有林月真 后来跟温文芳的讨论 温文芳就很困惑 为什么他自己地方服务做的那么好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失言 他为什么还是没办法竞选连任 大部分的选民都不理智 这不是贬低 这是现实 凭什么你做的好 大家都要同你 这说的对 你被选上做的好 应该是你基本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他们要不要同你 这可能就看天命吧 有些人就只投一个党 不同另外一个党 有些人就只投长得帅的 有些人就只投同一个性别的 等等 这都是他选择 你凭什么要求 你做的好 别人就要投你 甚至他后面也有提到说 你说的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跟着某个里长投 那个里长就可以控制100200多票 那你可能关于地方市议会这种东西 你100200票你可能就会弱选了 那这部分可能也回答了很多人就觉得 天哪我支持的候选人那么棒 为什么他居然没有选上 他那么棒 跟我要不要拖他是两回事 中间的那个断层其实蛮大的 我觉得 然后还有呢 就是关于费死这件事 林月珍他的 我记得是导师 或是他的应该是恩师 就有来请他签下 废除死刑的同意书 然后他明确跟他的恩师说 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这样我就选不上 很多事情等我选上之后 我就可以颁布行政命力 让未来四年都不会有人执行死刑 然后那个恩师就问他说 为什么只有当上选举才能做事 你以前在跑深远的时候 你也不觉得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地位 才能改变台湾啊 为什么现在这都是前提 那这就会拖回到这部戏 其实很常讲的一句话 大局为重 很多事情政治人物 改说法 延后不提等等 都是因为这个大局为重 这个局是谁的局 不知道 不太可能是台湾这个局 而是他们党的利益 或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 那这部分也就是 很多人会对政治失望的原因 因为你一开始支持他的那些条件 还有那些理想 最后都会变成幻影 当局大于你的时候 那这也是告诉大家 政治就是这样 不用太失望 所以你也不用对某一个人 太寄予后望 再来我很喜欢这部戏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把台湾的政治日常生活 拍得很写实 这可能就有点 切合到林俊亚的导演那时候 说他想拍一个 有点真实 但又没有那么真实的台湾 因为过于真实 就会陷入一种互相谩骂的状态 那我觉得他们这个剧 把这个巧妙的那个 平衡抓得非常好 你处处都有既视感 但你又不会特别明显的指向说 他就在讲哪一个政党 就像关于一个候选人林月珍 我妈认为他带入的政治人物 跟我认为他带入的政治人物 完全就是两个人 这蛮酷的 就是我们都各自有想要带入的政治人物 那这部分就对到他们一开始的初衷 那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充分展现 台湾政治及生活的这件事呢 就其实对很多台湾人来说 就算不是有多么明确的政党倾向 两年一次的大型选举 新闻有很少不关乎政治的吧 像是哪个政治人物失言 哪个政治人物脑包 哪个政治人物闪躲 哪个政治人物不回答问题等等 都一定会上新闻 而且甚至不用没两年 他就是我不知道 选举完下一个月就在忙下一场选举 不是吗 根本没有停歇的时间啊 然后他还表达了 台湾对于死刑存废这件事 对于选举的影响 死刑不是骗票的工具 就算大家都这么认为 在当某件环保议题出来的时候 执行死刑 大家就会讨论死刑 而不会讨论环保问题对吧 你也会比较关乎死刑的那些人是谁 而不是那个环保议题 对我们神态造成多大的问题 环保议题永远都会是 台湾政治最不关系的那件事 还有一个运动员的人权等等啊 还有他们的条件福利到底好不好 永远都只有在比赛得奖的时候 他才会是台湾之光 比赛没得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不需要关乎的人 那对我来说呢 轻松幽默甚至荒唐 可能才可以表象台湾的政治日常 就像以前全民大门国 全民最大党这种节目 定调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像赵后者那种 啊每一步都心机啊 对方做了什么事情 害死我们 我们也要害死回去 那种阴暗苟写 步步为营的感觉 我觉得那又不那么台湾的 政治的感觉 那当然这部戏里面呢 也会提到一些 成绩发生在台湾的故事啊 就像是谁的外遇 其实早就被拍到了 但是就是拿点钱 或是一些官养施压 他的新闻可能就会在选后才发 等你选场再说 但一有另外人来施压之后 他就决定我今天就要发等等 还有剧中角色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很好 政治就像爱上渣男很难放手 这可能就像台湾 正常投票的时候 都是在投 我绝对不投哪一个党 而不是在投我喜欢哪一个党嘛 就算他真的讨厌 他们这是推拍出来的候选人 但是他也不会去同对面的党啊 这就是爱上渣男 知道他很烂 但是你还是很难放手 最后还是希望他有改变的机会 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有道理 再来是他里面拍的那些竞选场合 竞选歌 还有那些口号都超级让你有感的 他的歌真的 我那时候一直听 就觉得这首歌也太像一般的竞选歌了吧 甚至我都觉得他可以找 闪铃啊 或者找灭火器来唱 超级适合的 尤其是台语歌 然后里面有什么众神救台湾等等 我就觉得 哇这种竞选歌 怎么会做得那么好 而且他里面有一个20年前的竞选歌 也真的很像20年前那种感觉 我觉得哇 这种甜调 这种用心真的很难忍可贵 然后他竞选场合呢 就是还有封西门啊 还有封凯道啊 哇塞 这个真的超级大手柄 果然是Netflix投资的剧啊 才能办法做到那么厉害 另外他们里面提的一些选举操作 也非常切合台湾 像是彻翼粉砖攻击 故意把一些东西 透露给彻翼粉砖 然后让周刊去 发一些 很糟糕的东西 还有请民调公司 同时间转发 让这个声量起来 等等等 或是一些 假中立的文章 然后让选民的焦点抹尸 让支持你的人就相信你 不支持你的不相信你 最后这个议题就没了 就只能换下一个战场 继续开打 台湾你最近看所有的政论节目 你都可以看到这类的事情 你就知道 哦 他们好像吵到一个点 那明天可能就是下一个 议题要继续打 然后就这样互相抹黑 互相吵 然后最后呢 看哪一个地方支持人比较多 你就会胜选 根本没有在讨论所谓的政策 这部分就真的是 还原的非常好 最后最后 我一定要提一下 我最最最喜欢 人选之人的点 就是 他里面加入很多 很重要的议题 第一个 真正的性别平权 那性别平权 最好体现的地方 可能就是家庭跟工作的 平衡跟分工 像造仓者呢 他就是 他去外面赚钱养家 然后他的太太 就是要帮他做很多事情 帮他去雇负女会的选票啊 帮他摆平外遇这件事情 帮他演戏 帮他带小孩等等 那对应到的就是 陈嘉静这个角色 他们家庭 他老婆呢 也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一直跟他表达说 如果他要照顾小孩的话 他可能这份工作 就没有办法 升任得很好 他会很辛苦 那陈嘉静就一直跟他说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然后老婆也跟他讲 为什么他觉得 你帮他没有够 因为他做事都做一半 他要来抉择 还是要来帮他检查 那最后 还是他很累 所以他最后就决定回娘家 他也不是想要跟他大吵大闹 只是在这种选举的时刻 你会很忙 那我也知道你很忙 那这件事无解 那我们就找一个 最优解来解决 那陈嘉静做得好 就是他会想要去理解他 老婆到底在讲什么 他虽然花了一段时间 才理解这件事情 最后他终于理解了 然后他老婆说了 我觉得这部戏 蛮重大的名言 就是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 但我跟小孩这种 大大小小的家世 这件琐事 都会跟你一样重要 跟你想改变台湾 想要让台湾更好 一样重要 这种话 你就让他知道 老婆在意的可能 不是真的是对 很错 而是你有没有把我放在 跟你工作一样重要 这件事上面 我觉得这段 算是台剧很经典很经典在探讨 工作家庭平和男女平权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戏 最大的贡献可能就在这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性骚扰 还有私密影片的处置 那这部戏有一部分也在讲这个 那我也觉得 他是台剧史上 处于最好的前几部剧了 那重点呢 不是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理想中的处理方式 就是让养禁申诉 然后让这件事 到党主席召开什么 性评承接委员会 然后让这件事的 简哥受到处罚 然后被提出来 但因为那时候是大选 为了选举着想 他们最后没有开 可是最后还是把 简哥提出党部了 我觉得最感动的可能是 林月珍那时候写了一封信 给这两个受性骚扰的受害者 跟他说 我知道我张作不够好 但我会想办法让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拜托你们 一起期待这个社会 追上你们的那一天 我觉得这个安慰 太令人感动了 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们有在努力 我们有努力 达成那个理想中的台湾 这可能就是这个公正党 看起来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原因 就是他要给底层的人 或是进来的年轻人 有所谓的希望 然后包含那个 私密影片的处置 真的蛮可怕的 而且雅静的地方 琢磨很多在于 他的那个私密影片 到现在都没有被公开 可是他每天都必须 上各种A片网站 或是各种A片 去看看他的照片 是不是有被公开 就是这种恐慌感 才是最最最最最最可怕的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需要一个 完美的受害者 你如果是自愿被拍的 那你就不够完美 我为什么要帮你深远 但其实自不自愿被拍 跟他有没有办法拿那个裸造 来威胁你 完全是两回事啊 他拿来威胁你 就是他品德 有问题 然后他也违法 可是这个状况下 这个社会不会支持你 不会深远你之外 你自己也会很内疚 因为是你自己答应的 你就会责怪自己 所以雅静在前几集都一直说 他自己没资格去声讨这件事情 没资格去指责 照常者做的这件事情 到了最后一集 文方才跟他说 你不要再觉得你没资格了 他拿这些威胁你 就是他不对 你婚外情 你接入人家家庭 你已经受到所谓的惩罚了 那现在是你要去指责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部分就讲得超级好 而且把那种担心害怕 跟鼓励他站出来的那些困境啊 都把它阐述的还不错 也可以让观众很轻易的了解 这件事有多难处理 而且每个人有多大的矛盾 委屈那种感觉 情绪没办法抒发 可以让观众不要再去追求 完美的受害者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大进步 而且算是贡献很多的进步 那我刚刚前面提的那么多点 就是我喜欢 人选之人照样者这部剧的原因啊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花时间去 看一下这部剧 而且这部是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看完一集 你都不觉得 哦一集过了 每一集每一集 你就会想要一步一步的看下去 看完八集完全不负担 就觉得哇太好看了 真的很推荐大家上网 把这出剧追完哦 那我最近有开通 小额赞助的连结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话 可以点那个连结 给我一些赞助 我们这一集讲 人选之人 照样者心得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